阿班突然眼前一亮 他遇到了自己的梦中情狗 带上自己的傻子主人 阿班就开始了疯狂的求爱之旅 穿过车流 骑过人群 主人的小车都杀得冒火了 也没能阻止他追爱的脚步 一个飘移拐进小巷 穿过小巷来到一处台阶 主人被颠的晕头转向 终于被狗神颠断 阿班自由地去追求爱情 就将傻子主人送进了河里 别看阿班这么皮 平时的他可是一条绝世好狗 每天转天起床 叫醒主人杰克 接着来到浴室放好水 然后提前打开电脑 最后自己开门 替主人取和牛奶 所以今天只是个例外 阿班明白 小椎的梦中情狗点点 必须先搞定岳母珍妮 他一顿杂交外谋 立刻获得了珍妮的好感 而此时的杰克 争气着他的破车赶到 但他却错把点点当成了阿班 珍妮见他抓了自己的狗 当场一板砖 给他拍晕了 杰克这时才意识到 抓错了狗 就在杰克和珍妮交谈的过程中 阿班和点点已经打得火热 但很快 他们却分离了 然而回去的路上 点点却对阿班不依不舍 追着他的脚步一路狂奔 要么说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非得把阿妮也送进了河里 俩班也踩一把修 很快 在阿班和点点的牵线下 杰克和珍妮也迅速陷入了爱情 没过多久 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只狗子也同时举行了婚礼 操坪上 一众狗狗钱来向他们道贺 几个月后 家里迎来了两个喜讯 珍妮怀孕了 点点也怀孕了 不过 点点的运期比较短 很快他就要生产了 杰克和阿班两个准爸爸 在客厅里焦急的等待 外婆终于出来宣布好消息 点点一共生了15只小斑点 阿班高兴坏了 可这时 门外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就是堪称魔女的库伊拉 库伊拉是安妮的上司 那天 安妮根据点点设计了一件斑点符 正好被库伊拉撞上 可库伊拉是个赫赫有名的皮草控 他当场决定 要根据安妮的设计 做出一件狗皮大衣 而完成这件狗皮大衣 一共需要99条斑点狗 因此 他打起了这15只小奶狗的主意 库伊拉开出了相当丰厚的条件 狗子身上每个斑点 就是一万块 可杰克和安妮还是拒绝了他 因为这些狗子对他们来说 不是货物 而是亲人 库伊拉气急败坏地走了 不过 魔女可不会轻易放弃 买不行的话 那他就偷 两只狗子拜堂成亲 生下了15只可爱的小奶狗 然而一个女魔头 却要用他们去做一件狗皮大衣 15只小斑点 给每个毛孩子取名字 都成了一项大工程 杰克给他们一一套上自己的小圈 这这晚上 杰克和安妮带着斑点夫妇 出门散步 库伊拉派来两个偷狗贼 终于受到了机会 他们将外婆反锁在房间里 接着 找到了小奶狗们的藏身地 然后用麻袋 将小奶狗一锅端走 不过 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遇到了隔壁的斗牛 听着小奶狗们的无烟声 斗牛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瞧着两个笨贼狂吠 叫声传在了斑点夫妇的耳朵里 他们立刻感知到 孩子们有了危险 狂奔回家 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两个贼已经离开 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篮子 点点失落地走进篮子里逃下 阿班陪在一旁 无奈地安慰他 杰克和珍妮立马抱了紧 可诺大的城市 去哪里找15只小奶狗呢 杰克觉得希望渺茫 得知此事的阿班终于坐不住了 他来了天台 对着夜空狂吠 这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整个城市的狗狗 全部都听到了阿班的呼唤 他们一呼百应 奔走相告 为多久 所有的动物都收到了阿班的信息 而死时 两个笨贼将车子停到屋外 而车旁正好有一只阿黄 阿黄听到奶狗们的呼救后 流了一个心眼 两个笨贼开车离去 丝毫没有发现 跟在后面的阿黄 而阿黄直到看见车子 开进了一座城堡 才转身离开 接着 他来到最新的农场 将事情告诉了这里的动物 阿黄掉了一个袋子 然后钻进袋子乌烟 表示奶狗们被抓 之后将袋子披在身上 像加冕的国王一样 表示 被关的地点是城堡 对我们立刻心理社会 马上将消息传到其他地方 而阿黄则回到城堡 继续现实动静 很快 消息就传回了班典夫妇这里 他们立刻跟着编幕出门 踏上了前往城堡的路 门外突然传了敲门声 两个男人开门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 他们没有注意到 一只啄木鸟正停在门上 阿黄回到城堡 决定先通过狗洞 一个人去看看情况 他爬到最高的屋顶 接着从屋顶划到另一座楼 屋子里的两个笨贼 听到了一些动静 不过却并没有当回事 阿黄凭借敏锐的嗅觉 找到了小奶狗们被关押的地方 他正范畴该怎么进去时 旁边的鼠哥给他指了条路 阿黄才顺利进入关押点 却惊讶地发现 被关在这里的 不是15只小奶狗 而是一共99只半天狗 这时 得知警方正在调查此事的库伊拉 连夜赶了过来 为了不出意外 他决定 今晚就搞定这99只半天狗 而城堡里的动物 正在积极展开救援行动 老鼠们咬动了汽车的电线 方便便将自己的果子 塞进了排气管 啄目鸟敲着房门 吸引两个笨贼的注意 与此同时 阿黄正带着所有的斑点开始逃离 年纪最小的斑点Lucky 在库伊拉的杂志上 三万一泡尿 就扬长而去 阿黄将斑点们带到楼顶 底下长毛正在接应 斑点们一个个通过烟囱 划到地面 而小Lucky负责引开两个笨贼 瘦子笨贼正要来抓他 却一下踩空掉了下去 最后和墙上的牛头 来了个亲密接触 胖子笨贼也一样 他冲着小Lucky追来 结果一个狡猾 从窗户里飞出去 掉进了冰冷的水池里 就这样 所有的斑点狗顺利逃脱 而库伊拉正好在此时赶到 得知所有的狗狗都跑了 他怒不可遏 立刻开车追上去 趁着狗子们的脚印 库伊拉遇见了一群绵羊 可长毛狗面色不善 吓得库伊拉赶紧离开了 等库伊拉离开后 所有绵羊站起来 原来 斑点们全都藏在羊毛之下 接着 他们来到了最新的农场 而阿斑和点点 也正好在此时赶到 所有的小奶狗都平安无事 可威奇依旧没有解除 库伊拉开车找到了农场 墙上放射的雀格 立马通知所有动物 大家纷纷藏了起来 库伊拉在门外窥探 被瓦兽一脚踹飞 踢出老远 他再次来到牛棚 发现草垛里露出一切小尾巴 库伊拉高兴坏了 终于抓住了这群狗子 却没想到 一转尾巴 竟然是一头大肥猪 库伊拉被肥猪压在身下 狗子们趁机逃出牛棚 库伊拉疯了一样 扬言 要将这里所有的动物 都变成它的食物 马叔看不下去 一脚踩下木板 库伊拉被弹得飞了出去 掉进了猪粪里 而警察也正好在此时赶到了这里 就这样 库伊拉和两个笨贼 都被装拿归案 而加上阿斑和点点 101只般点狗 都被成功救出 可此时 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除了杰克和安妮一家的狗狗 其他斑点 全都无人认领 如果找不到主人 那他们就只能被安乐死了 杰克和安妮实在于心不忍 最后收养了所有的斑点狗 大概好人有好报吧 杰克原本是个失败的游戏设计师 这一次之后 他以斑点历险计为原型 设计出一款新的游戏 畅销全国 最后用挣来的钱 买了一座大庄园 让所有斑点狗 幸福的生活在这里